罹患糖尿病不再是60歲以上老年人的專利 醫學研究顯示40歲以下 因為先天體質遺傳 或是飲食生活習慣不了 也可能讓糖尿病走上門 第一個是人種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現在有研究發現 跟家族遺傳也有些關係 那先天體質上的解釋大概是這些 那不是代表就一定會發生 那大概還要搭配很多 例如說他可能生活作息 壓力 然後還有不良的嗜好 例如說抽菸喝酒 那很少根本都沒有在運動 等等這些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肥胖 研究發現40歲以下罹患糖尿病 常因為胰島素阻抗的產生 肌肉 肝臟及器官 對胰島素的不敏感導致血糖上升 時間已久 胰島素分泌量下降 血糖及結結上升 達到糖尿病標準 而胰島素阻抗的出現 其實和肥胖息息相關 如何讓自己比較健康 不會得到糖尿病 就是要讓自己不要太胖 像要維持比較健康的體味 大概如果算身體質量指數的話 大概是23到26左右 像是比較健康 然後在吃東西的部分 可能就是譬如說 就是盡量要均衡飲食 就是減少這些甜食的攝取 那得到糖尿病的機會 也比較少一點點 醫師表示 罹患年輕型二型糖尿病的輕重年 往往是家庭經濟的支柱 但是疾病一旦發生 不僅不容易治療 發生是網膜病變 心血管疾病 或神經病變的比例也較高 如果發現自己體重不正常下降 常常感覺到疲勞 也有口渴多尿的症狀 建議趕快尋求醫師幫助 新唐人演的電視世界網領片雲 臺灣 臺南報導